中国男星黄子涛近来频频被传出 和他公司旗下的女星徐毅阳正在热恋的消息 即便两人曾多次被拍到互动暧昧的画面 但是黄子涛本人至今都坚决否认这一消息 近日他和徐毅阳一同录制节目《战志巅峰2》 两人在节目的训练基地内一边收集一边闲聊 一间女方突然盯着黄子涛的裤子直言他的裤子是假货 黄子涛则淡定的表示最近裤子本身就没有牌子 因此没有假货这一说 还套了裤子售价仅需人民币50多元 让徐毅阳笑称要举报他穿假货 随后黄子涛为了避免裤子被说成是假货 于是透地将裤绳塞进裤子内 但听到女方说绳子漏在外面会比较好看一点 他又马上把绳子拉出来 乖巧听话的模样让网友忍不住调侃他 这帝老板娘的话这段恋情似乎是真的 这放调侃之患啊 新闻的新闻 Izzar 李套 李套 琳 起来 我